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現在是2020年1月10號 早上8點4時12分 《倫語愛》第410集 就是紙張最後一張第18章 那是第20篇第二章 就是2020年7月14號的部分 那這一章是紙張問於孔子曰 何如是可以從正乙 這跟紙張問是何如是可以打乙 這個第12篇20章事實上也滿有一些對應 紙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是可以從正乙 紙曰尊無眉秉是二 是可以從正乙 所以紙可以從正乙在這裡出現兩次 所以這個窦點是在何如 紙可以從正乙 尊無眉秉是二 紙可以從正乙 所以這個詩在詩不義在這裡面也出現了三次 就是詩不義太而不交乎 詩不義為而不滿乎 詩不義這個惠而不惠乎 詩不義出現三次 詩可以出現兩次 詩就是奇經糧 所以一個人的經糧多眾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一些觀念 尊無眉秉是有詩章說 何謂無眉 紙曰君子慧而不慧 勞而不願 慾而不貪 太而不交 慰而不門 慧 勞 慾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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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個美 你有慾望或讓叫慾望 但不要貪圖過度 要養心莫喪以寡慾 然後太 而不交 從約到太 困約到舌陰寶太 但你不能交 所以子共說 平而無產 婦而胡交何如 子曰 不若平而樂 婦而好離則也 子共曰 詩雲如切如戳 如濁如某 其失之欲也 子曰 事也 時可以延世以以告諸往而是來者 所以這裡面太而不交 慾而不滿 子曹就位 何謂慾而不慾 子曰 名之所立而立之 人家需要 你就讓他得到他的需要 師不亦慾而不慾呼 則可勞而勞是又誰願 他搬得重五十公斤 你請搬五十公斤的重 他搬不動五十公斤 只能搬到三十公斤 你要叫他搬五十公斤 那不是廢了人嗎 他腰不閃到 也很容易受傷 所以 則可勞勞是又誰願 人家會願而你 我能力不足 你還要救出這個事實 欲人而得人又厭貪 忍者先難而惡禍 在彼此互動下 有些層次 有些長進 有些互惠 所以欲人得又厭貪 這不是貪 所以貪得無厭 是最糟糕的 所以貪是金貝 但是貧是分貝 金只看到寶貝 這就是貪 然後一個人拿著刀呢 然後只看到寶貝 那當然會貧 因為他沒有去誤本 君子誤本 本力而道生 孝帝為者 其為人是本贏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到了 太而不交 會不會 明知所謂的例子 是必會不會 哲可老師又誰 欲人得人又厭貪 無重寡 無小大 無感冒 是必太而不交乎 就是人跟人相處 沒有大碎心 沒有傲慢 然後這樣的情形 就是太而不交乎 正其一觀 尊其戰士 也還能忘未知 是必為何不管乎 衣服 眼睛 都要做到震 那個大腦見到時候想要五層塔 七層塔才會震 所以職商院何謂誓惡 他這個誓惡 是惡行惡莊 第一個 不叫而殺 為之虐 不戒事成 為之報 慢力之情 為之賊 有之與人 出那之令 為之有失 那我們今天這就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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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